我们现在来看脑中风 脑中风在台湾 其实死亡率也是排很前面 台湾十大死亡第一名就是癌症 第二名就是心血管跟脑血管疾病 这台湾二三都是在非常前面 那脑中风在大陆听说十五秒就有一个人中风 只要有一个人中风 前家就几乎陷入仇淫产物中 因为中风后遗症太大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中风了 万一不幸送到医院 然后开完之后 如果万一严重到一定要开刀 以我的经验只要一开完刀 绝对会有后遗症 出来可能自力减退 甚至变植物人 有些就半身瘫痪了 这样这一幅图像好像是最常见 那这样的结果 那这样的结果大家能接受吗 好像无可奈何 反正开刀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实际情形是怎么样呢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用 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来治疗吗 我先放一个片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去年年底在台湾 有一个脑中风 当场帮他做的 激进实况转播这样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中风的一个个案 左脚也在马 左脚也在马 等一下等他处理完再拍 再看看情形改善多少 往下慢慢的 慢慢看看 现在感觉是不是比较有力了 有力了 力不有力 好 太好 你先来看看 我看看 因为你刚刚是被扶着进来 看看现在的情形 再把它看一下 等一下 我看看 看看他现在的力量 哦 站起来了 屁股有力了 然后手还可以抬 现在手还可以抬 现在是撑不久 太好了 好 那等于现在再帮你做 这样太好了 有改善 再动 现在脖子还会僵硬吗 我觉得现在是剩皮的 现在皮 脖子已经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觉得动 好 它脸麻 现在麻烦你了 就是每次发病前都会 然后就是整个眼睛 就会看不太清楚 眼睛就会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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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看得起来 你现在看得起来 我应该是躺 现在是色彩 因为大概都在哪里 就是 看不清楚 是色彩 我本来是2.1 现在大概0.70 对吧 那也就是现在你这里还麻吗 这个部位 这个身体的 还是麻是吗 一点点 就是 比刚刚差不多少几层 对吧 少了六层 少六层 这样才不够 这样我不知道 因为 这边的麻已经不见 本来那边也有 我现在觉得我脚后 我现在讲话比较清楚 我现在讲话比较清楚 我刚刚讲话真的不太清楚 没有 我刚刚讲话真的不太清楚 因为我刚刚讲话真的不太清楚 因为你以前哪里有这么快 因为你以前哪里有这么快 好香 什么样子 你可以以为我早生就要伸到你 没有那么快 对 差一点 可以 差一点 大概 如果是十棒 那还是六 是八棒 七棒 举一下 可以握拳 虾可以自己站起来吗 自己没办法 对没办法 可以坐 现在脚可以抬高吗 抬高 你要去那边是这样吗 OK 好 抬高 因为屁股有力气 OK 因为刚开始来是屁股 没有力气 这个个案是从桃园 他就一中风 另外一个意思推荐 就直接送到基金会 那送过来的时候 刚好那一天基金会也有 有办就是帮患者服务 所以其实现场很吵杂 很多人现场都有在看这一幕 那送进来是几乎全部贪了 就 他先生扶进来 那扶进来 我帮他做 那时候是整个脸是麻的 那 不能不大人讲话 因为口齿也不大清楚 刚开始是这样 那脚也是贪软的 那我帮他做三次 重复做三次 然后中间还有温敷 时间还做蛮长的 那一次一次问他 就是测试看案的怎么样 那按完第一个感觉 他是有说 整个脸大家也看到本来都是麻的 那一边消失 一边只集中在眼眶周围 那减少他说约六成 那本来口齿是不大清楚 就是那按完就比较能够表达 本来没办法吞咽口水 按完 这个也有办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风到最后会怎么样 口齿不清 前面就是 当你没有处理好 他久了 奔得久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从功能性 伤害到组织性破坏 久了就整个筋就奔僵硬了 那这时候你再帮他推回来就很难了 所以有些口眼乖斜就很难处理 也是这样 你看一开始中风都是这样 表达不大清楚 然后帮他按完 他腿也比较有力 因为他说屁股有力 所以就比较能走动 刚开始是完全不能走动 那我看他的身体很寒 为什么 我们红豆袋已经温很热 在场的一般患者 如果这样的温度都会觉得热 他说他没有什么感觉 他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他中风了 因为他太寒 然后他自己也自述说 他在家里啊 你说泡那个冲热水澡 泡热水的时候 那温度都四十几度 孩子都受不了了 一一跳上来 他跳下去好像还蛮舒服的 所以比别人更寒 那所以我处理完 我就觉得他体质已经实在太寒 才中风 所以我回去叫他一定要怎么样 二四小时 要热 温敷 尤其他叫他先生睡觉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给他一个电热毯 温敷 那每天要帮他按一至两次 他回家之后 我每天追踪 那每一天都有改善 然后中间他也问我 要不要针灸啊 要不要复健啊 我说反正我也没有办法 跑过去帮你治疗 你要怎么办都可以 但是唯一要求的就是 一定要热敷 时间要够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先生 要帮他照我的前身按法 按一至两次 那这样一路追踪到第十天 这个患者几乎潜意 也就是他只有腿 大腿稍微酸酸的 其他没有一处没有好的 麻也完全恢复了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追踪的案例 算是蛮成功 那他去年曾经也中风过一次 光那个握前 听说针灸就针灸三天 才慢慢能握前 刚刚大家有看到 他本来是两手是无力的 到最后做完 他手也能挤起来 两手也能握紧 他说光握紧这个动作 以前针灸要三天 慢慢才能握紧 我那时候按完 他当场就能握紧 而且变得有力 那这样的效果 他们说以前针灸是没有看到的 那从片中也知道 原始点确实对中风 是非常有效的 那只要你处理得当 一般后遗症会很少 所以我觉得在中风急救的黄金期 也就是当患者中风了 开始每一秒每一分都是非常重要 像他间隔了两个小时 其实就是有风险 如果当下中风了 马上知道他很寒 马上怎么样 帮他热敷 然后懂得原始点 马上帮他按 他很快就会恢复 不用最后还要经过十天 所以我觉得越早治疗 越好 但是现在好像没办法这样 一般人中风都怎么样 打电话送医院 那送过去呢 结果医院不会马上帮你开刀 他要做CD检查 还有一些检查 那如果呼吸困难 还会帮你插管 然后听说常常去衣服就被剥光了 那一般中风都是属怎么样 寒性体质引起 那再一被剥光 整个症状就会怎么样 更加严重 所以常常去医院 开刀的就变成很多 进去要开刀的变得很多 那开完刀后遗症 为什么会那么大 大家了解吗 我前面已经讲过 照到的 是不是要处理的地方 西方医学 照到的只是果 不是要治疗的因 但是因为你已经没办法 因为当时候在出血 你黄金旗错过了 让他血怎么样 慢慢凝结 尤其在医院又冰凉 一凝结成血块 脑压过高的时候 这时候会怎么样 这时候组织就会受损 你呆得越久 组织受损越严重 那加上手术 手术也是一个破坏 它是开引子 不是开到怎么样 本尊去 那开引子 后遗症绝对多 只是一般人 不会要求医院 为什么手术会那么严重 每个人为什么都要瘫痪 医学好像告诉我们 这才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 这个才是正常 因为每个开刀 就是这一副景象啊 也没有特殊 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哪一个开完刀 然后几天后出院 然后正常的走出来 还跟大家打招微笑 说我凯嫌归国 回来了没事了 不可能 都有后遗症 这好像大家也慢慢认同医院 但这样的认同是危险的 我记得有一个我认识的志工阿姨 她亲自跟我讲 她先生就是中风了 在医院确定脑干出血 医师叫她签手术 同医书 她拒绝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个老太婆 这么大的勇气敢拒绝医院 然后拒绝之后 她做一件事 就是帮她先生按摩 在医院就按了 反正拒绝医师动她 然后她自己动手 然后抓 抓 抓到她先生有反应 先生开始有反应会怎么样 打她 她打她她马上闪人 趁她不注意又去抓她 就是你打我我就躲 你不注意我就抓你 这样躲猫猫 然后医院也看他们两个在玩游戏 又不能手术 所以只要把他们赶出去 赶回家她继续玩这个游戏 然后结果玩多久呢 听说玩一个多夜 她先生完全 也没有后遗症 这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因为她阿姨 曾经来听过我的演讲 曾经跟我正面叙述这个故事 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说医院这么大 比这个阿婆还没有破例 而且处理的效果比阿婆 完全复原 这个阿婆竟然把她先生搞好 那我们一般人呢 遇到我们的亲人倒下去呢 我看也没有阿婆的破例 只有打电话 那就听天由命 那我到大陆 前不久也刚好遇到一个老师 刚好童然间半夜中风 他也是应该算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的中风 那时候情况来得很危急 那刚好第三期在讲课的时候 刚好里面也有那个一个黄医师 还有一个陈博士 都当场看到这一幕了 那黄医师在分享的时候 就有讲下这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 莫学以前也是一位医护工作者 是在 也是学的西医 那以前在所在的单位呢 我在重重肩负病 病房待过一段时间 也就是急诊 待过一段时间 那么谈到急救 那在西医的观念里面 一些现象里面 大家 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 大家经常会看电视 看急救的那个场面 就是抬上病床 马上拖到手术室 然后呢 做检查或者是插管 就是西医一般的处理 但是在前两天呢 因为很有幸的就是 我跟张医师呢 同住一路楼 那么其中呢有一位同事 突发了中风 那这位同事呢 那他以前有中风过 中风过一次 中风过一次 中风过一次以后呢 是被西医急救 西医急救以后呢 就是开颅手术 那开颅手术 那是初血性的中风 然后就开颅手术 把那个淤血吸出去 然后呢 现在呢就是开完颅以后呢 有一块颅骨被拿掉 就是有一块 整个这边呢是凹进去的 没有液 因为在西医里面 是讲 因为颅腰太高 就是颅内压 老子里面的压力太高 简单讲 怕他再次引起中风 所以就暂时不撞进去 等到他颅内压 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再用人造的颅骨再补上去 那前两天呢 我跟那位同事 正好住一个卧室 晚上呢 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 那我突然被医症急促的呼吸声 就是叫醒 因为我以前在重重肩负病患 就是ICU待过 因为我一种职业明胆度 因为凡是有人 或者有一些声音急促 或者是不正常 我都会就惊醒来 惊醒来以后呢 就发现呢 这位同事呢 已经呼吸非常的困难 就是有很多的 卡在喉咙管里面 然后呢 整个肌体呢 在抖 在抖动 那我一看 肯定就是 马上就意识到 这个情况 非常非常的危险 如果我们再晚 晚一秒 那么因为如果他 一口痰卡住的话 就马上就会 停止呼吸 马上就会 就结束生命 所以我赶紧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 还没有念过手法 我也不敢上去 哇 还有点心慌 哇 怎么处理 打电话 给 1110 我也会有想法 但是我想就是 张医师有提到急救 那我赶紧的 请同仁呢 就把张医师请过来 那张医师请过来 那张医师请过来以后呢 马上给他 做耳后 和 那个整骨下缘的 那个原始点的按摩 还有 因为那个时候呢 呃 他呼吸急促 那么另外一个同事呢 就抱住他的身体 赶紧按他的胸椎 按他胸椎后 呃 胸椎的两边的原始点 赶快 因为他已经 弹已经 确实已经呼吸困难 然后呢 我再用 那个纸巾呢 把他的弹 全部把它吸出 药把它弄出来 那吸出来的弹 都是红色的 都是血弹 呃 因为他 已经呼吸困难 他 肺抛已经出 毛细细管已经出血了 那个时候 很危险 那么我们 呃 还有 另外两个男生呢 抱住他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 昏迷不息 但是我们按原始点呢 他会很痛 他痛 他是下意识的 就是不让你做 就是很大力气 推开你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 抱住他 然后呢 张医师呢 就赶紧的用 用 按压原始点 那按压完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慢慢慢慢 就是 就觉得他的呼吸呢 会平稳 平稳一点 然后呢 他的 大概 估计有 大概一克钟 一克钟左右的时间 他的呼吸慢慢 就是平稳了 然后他的意识呢 慢慢的 就就 就醒过来 因为要想到就是 他因为是 可能是被 很痛 让他意识 平息 呃 那我们 呃 他激起以后呢 我马上呢 改善他的那个 呃 环境的温度 因为他 因为一个中昏的患者 是 他头呢 是朝着窗户碎的 呃 可能是因为受了风寒 呃 然后整个筋呢 全部绷紧 然后呢 引起了头脏 呃 头非常脏 非常脏痛的感觉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 已经就是 很危险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他的绳次 比较清楚以后 我们就立刻呢 呃 把他的那个 温度提升 就是用两个电 电暖炉 然后提升环境的温度 呃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东西 我们也没有 呃 呃 去味药给他吃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凌晨几点 那么我们就让他先躺下去 然后 热敷 赶紧热敷 用红红豆袋 用呃 赶紧热敷这里 然后把电热毯拉到枕头的上面 赶紧热敷 呃 这个时候他就睡下去了 那么大概是凌晨 我看 我看一下手表大概是凌晨四点 凌晨四点 然后到了 那我们也 呃 他太太过来了 那么就陪伴他 呃 他有一些再出塞这凌晨 然后我们也回去休息 大概 八点钟左右 呃 我们正在吃早餐 这个时候呢 突然 他太太又打电话 他又再一次 发生情况 发生状况 可能又实际 再一次作风 那我们又赶上去 用 也是同样的方法呢 按压原始点 那 这一次呢 可能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按完以后呢 马上呢 我们就 用药 陈医师开药 就是马上入入 湿泥汤 加姜汤 呃 湿泥汤就是负责量 量比较大 什么的 热性 热性药 然后呢 然后四个小时呢 浮一次 那么 然后我们就到了 呃 看看他情况 比较稳定以后呢 我们又 呃 就来到曾经 因为我们还要上课 那么 我说 在曾经和的一天里呢 也就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呃 然后我们 当天晚上回去以后 呃 就他的整个情况都非常好 他的意思呢 非常清楚 而且呢 已经可以下床 可以吃东西 呃 到了今天的早上 那他就完全就像 呃 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他自己可以下楼 自己是可以可以 下到楼下来 吃早餐 他自己可以活动 自己可以上厕所 自己所有的事情 都会以致力 大家先看看 第二个事情 就是中医急救 原始点 当时也是非常震撼 我在回想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套方法 呃 那肯定铁定拉到医院 拉到医院以后 我在我的经验来讲 一定是先做 做诊断 做CT 或者核磁共振 之类的所有的诊断 至少也要 一到两个小时 假如你没有钱 你还等着 你还要交钱 但是 所以呃 他如果一旦去医院 肯定肯定 肯定 生命 就是没有那么保 不会 有保障 真的是这样 要么呢 成为植物人 因为我以前在医院待过 太多人是这样 要么成为植物人 就是 呃 虽然就活一口气 但是呢 就成为植物人 没有没有意思 就是 躺在床上 要 要所有人要护理 可能 植物人一待就是一两年 那整个家庭呢 就是 那就会整个 所以 为这个 这样一个事情 感到非常的 就是 艰难 那么我们 这一次 我也觉得 很有 很有福气 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场面 当然这也是 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包括张医师 包括我们 和我们几个同仁 在一起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把他 把生命挡救过来 而且你看 好得这么快 所以 我在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就是回去 再 我们 这次回去以后 再去回想 张医师给我们 讲的这些观念 因为观念 是最重要的 一个观念 决定 一个人的生命 真的是这样 好的观念 还要有什么呢 还要好好的技术 因为你 一旦发生警惕情况 你没有好的技术 也救不过他 所以呢 两者都非常的重要 不是某一种重要 所以大家 这次回去以后呢 也要 去练习 去思考 也希望呢 各位的 家人 能够 当然也希望各位的家人 和各位朋友 不要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将来以后 我们还会有机会 在这里 再一次 再次一起 讨论和 互训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练习 来 来 扎生这个功夫 希望呢 对 所有的人 都能够 利益 能够利益到所有的人 好 那我就讲了 谢谢 谢谢 这是不久前 刚发生 我记得 我要 到大陆 演讲的时候 我就在台湾 几场演讲 我说 只要有 中风的患者 尽管送到基金会来 我二十四小时 等着 结果 没有想到 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我是在大陆遇到 那 就如同刚刚黄医师讲的 那一天我半夜被 一个电话叫醒 我以为是打错了 因为 我睡那么久 怎么可能半夜有电话 我又不跟人家交际 应酬 这么晚 显然是打错 但是 还是去接了 一接了 哦 我心就开始蹦蹦跳 因为 一听 竟然周老师兵发 而且 情况危急 我已经 那时候听到老师讲 我已经分不清 我应该奔上第几楼 他又忘记告诉我 结果我一直开始回想 到底是几楼 我们有几楼 结果 我电梯就开始按两个 我像 应该不是二一就二三吧 结果我按了两个 结果到二一我就先下来看 开门 开不开 我说那一定错 再冲上 冲上二十三楼 那去一开 果然 就有人接应 一进去 我看到那一幕 我显然 也是 有一点 怎么样 刚好睡醒 睡眼还朦胧啊 还看不清楚 怎么会是这种景象 跟我 当时候第一个 放给大家看的那个片子 怎么差那么多 因为那一个 还有意识啊 现在我眼前看的是 完全没有意识 而且真的他就像 我看到他满口的痰 然后 呼吸已经很急促 那在医学上 应该是脑干出了问题 情况就如同黄医师讲的 这一次如果不是黄医师睡在旁边 那么警觉性那么高 我相信等大家 一觉睡醒来 因为半夜那时候 北京是很冷的 我印象中 我还裹个被子 然后正温暖 然后一冲上来 只要被子一翻开 还是觉得寒 大家都睡得很甜啊 怎么会知道有这种情况 那所以 在这么寒的情形下 这个患者突发的中风 就当然是意料之内 那情况之危急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危急的 其实我太太也不会说立即这样 下一秒 这一秒没有处理好 可能下几秒 就可能呼吸停止了 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势必要真干了 那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言 所以那时候想真干 刚好床是上下层 那一个楼梯要爬上去 算是比较简陋 他头就在楼梯那一个位置 所以你手要侧 侧着按也按不到 要从楼梯口按进去也按不到 那只好临时变通 就是叫人家把 赶快把他扶起来坐着 坐着好 人失利就好 我就跑到他旁边 一边帮他操作的时候 我后面的背脊是凉的 因为从窗户口 就吹来一股凉意 我就知道惨了 是寒引起的 寒会让金奔紧 那他头盖骨因为没有补足 所以就好像 他的屋子是残缺的 我们住的都是密闭的 他住的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风一进来特别严重 所以我意识到 这只有拼了 没有什么好方法 那在按的过程中 还好 我说是大家的帮助 要不然一个人成不了事 因为当按到痛的时候 周老师会反应强烈 本人的反应 就是会把你手拨开 或是挣扎 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意识的挣扎 那还好两个人紧抱着 那他小便也出来了 整个床是湿的 因为我跪着的时候 也感觉到湿湿的 所以在操作等他清醒了 到底时间多久 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我只记得大家 已经那时候完全的投入了 但我那一刻是感动的 我说好像那一刻 大家生命都结合在一起 那等他清醒过来 大家才松一口气 但是我马上就是做了几个执事 我知道那是寒引起 就要那个电热器 帮他改善温度 然后床铺赶快移到中间 不要让头再朝着窗户 然后我希望他们轮值 甚至我轮值也没关系 他们考虑我明天要讲课 就说他们来轮值 那最后大概就是他太太来照顾 我怕万一有什么变卦的话 我随时一定要有人 因为来的太急了 而且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 因为呼吸一停 一卡住就真的整个就完了 那卡久了 即使你就回来也变植物人 那所以我还担心他会不会再来 所以就叫有人要轮值 结果早晨就像黄医师讲的 八点钟左右 我们又接到了 这时候很懊恼 下去的时候我知道也没问题 我那时候因为第一次都 最危急的已经度过 第二次我我心里就更笃定了 我说但是只有一个懊恼 我说我忽略了 就是那个热气是不够的 因为没有电高 床铺下热的上面 他太太说还是凉的 那据他太太说那时候双手是紧握着 牙关是紧闭着 那同样会抖动 那情况一样危急 那在处理 这一次处理的时间就没有第一次长 那我们还怕他再发作 所以一直也不敢离开 直到说他说要上厕所 这可能他还自己 意识还没有清醒 他说要上厕所我确信 那这样应该有一点恢复 所以他上厕所之后 我们就把床铺都换干净 那我再只是就是电热气电高 把温度一定要调得很闷 把通风口尽量能够堵住 让整个室内温度变高 那整个坐下来大概没有事 我们才就如同最后就是如同黄医师讲的 就没有再发作 那陈博士有帮他开药 开中药 因为我也觉得太寒了 用四泥汤是对的 那就是一边吃药 那再加上环境的改变 那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听说他那时候很饿 大家急着给他吃 吃了马上所有东西又吐出来 那到了傍晚 他就能够吃食前大薄 隔一天 他完全完全像一个正常的人 就是跟我们一同 完全没有看不出有什么后遗症 那这个过程中 让我感受到就是抢救 我们在24小时内抢救回来的 不会有后遗症 送到医院回来的绝对会有后遗症 因为你耽搁了 那万一卡住了 你中途可能就死掉了 所以遇到了这种情形 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真干 我那时候我在演讲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周老师 我在上课讲到中风 我就教他们真干 我就急我说 哪一天我万一我倒下了 中风了 我只要求我的学生不要把我送医院 就是你们亲自帮我做 用原始点做 万一就不行我就认了 因为我没有把各位教好 那是我的责任 但是如果我教得很好 你们没有学好 把我按错位置 让我活不过来 我说我会去阎罗王告状 不要以为按错了 我不是故意让你往生的 这个说不过去 我还是会追究的 所以学习要认真 我要求是态度一定要认真 那如果这样认真 我就认了 所以我说我在台北也说 我只要倒下去 绝对不能送医院 只有只能用这一招帮我救 那从周老师身上 刚好陈博士也看到 我们师后我也轻松跟他聊天 我问他 如果你家人 你像这样的情形 你还会送医院吗 陈博士跟我讲 绝对不会 他会用这一套真干 你看到了 你会深信不疑啊 所以我讲的以前每一句话 真的就是真的 所以你送去 这个中途 检查衣服剥光 他的情况会怎么样 加重啊 那从功能性的受损 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组织受损啊 那等他组织受损了之后 有些变不可逆的 所以为什么中风后遗症 你很难再去把它处理好 就是这些组织 常常是变成很难修复的 所以修复有时候都要好几年啊 所以当你看到亲人中风那一刻 你就决定了他的未来的一生 当你送过去 其实在我的看法 风险就变大了 那即使检查出来脑干出血 最后只能怎么样 把那个奴丫过高的血块啊 怎么挖起来 或血栓塞住的挖起来 对病人也是二次的伤害啊 因为那是果 旁边的组织一样会受损啊 所以有些人手术完 就变植物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王老师来大陆 讲他一个老师的故事也是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间手不自足的 感觉不自足 比周老师那个症状还轻微 比我刚刚放片子给大家看的 那个还轻微 结果他只是手不自足 好像举不起来 怪怪的 马上立即发现不对 马上送医院 照理这样 他的情况比我还好啊 对不对 那医院应该送去就没问题了 但是你知道吗 接下去的场景就是 他开始做黄医师讲的一些检查 包括CD检查 送过去的时候 因为衣服剥光了 突然间呼吸就急促了 所以这时候变成插管了 又进一步插管 那插管了 医院检查出来 脑干确实有一点血 血块 所以确定要开刀 那开刀说 医院说 刚好设备不齐前 要转验 然后再转验到别家 又耽误了一些时辰 那等到那个去了那一家医院之后 开刀六个小时 出来之后 医师跟他的家属讲 他的手半边已经瘫痪了 那身带因为插管也坏掉了 结果到现在呢 听说他的脑力像三岁的孩子 那这样对他们家里呢 等于已经完蛋了 那这个个案 还没有我们放给大家看的严重 那我在美国也遇到两个 也是因为一个 一个是因为太劳累 差不多四十岁左右吧 太劳累 然后听说突然间有一个躺卡住 然后就在他先生面前倒下去 就这样而已 他倒下去 他就紧急打电话 叫救护车 结果呢 到现在已经躺在自己病房两年多 然后还插管 我去看他的时候 还插管 那他本来 我看他原来的照片 是一个美少女啊 那个身材也是很匀秤的 结果眼前这一个人 脸是发胖的 身体是肿胀着 已经两年了 他先生 问他话 他还会回答 他先生说 我这些年来对你好不好 他太太回答 不好 那他先生问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就是已经就是这样了 所以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呼吸急促 然后躺下来 也是叫送到医院 结果回来也是植物人六年了 躺六年了 那这样的个案我看了很多 所以我说 如果是医院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程序 我们 不由得 大家来对照 我上述 不认识 举的这样的个案 甚至做出来 刚好也有见证 那这样随忧随胜呢 所以 我觉得抢救是第一先 就是要拼了 如果是我的家属 我绝对不会送医院 我一定拼了 那第一个抢救 我从这几次的经验 归纳到一点 所有的重症都因寒引起 所以你要抢救 你一定要怎么样 立即把室内的温度调高 使用各种办法 好 然后在一个温室之后 你开始一 一边叫人把温度调高 一边自己赶快怎么样 按头部原始点 如果是脑中风 按头部原始点 如果是心肌梗塞 就是按胸椎 上胸椎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脑中风 处理过两个个案 目前急救两个个案 都还算成功 像周老师 二四小时恢复到一个正常人 这在渔学上 确实算 算也可以激励很多人心 如果遇到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一拼 那另外那一个 十天就完全恢复 但是中间因为有耽搁 他送过来 经过两个多小时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中 还是有受风寒 所以情况进一步处理的时候 就会难免后遗症 但十天后 他也完全恢复了 也没有后遗症 这也是他们家 家属跟我讲的 没有 不知道这一套 这么快能够恢复 本来他已经跟我约好 好的样子要让我拍一张 刚好约好那一天 我行程排满 去不了 所以就没有把 那他好的样子给大家看 但绝对都是真实的 这些人都还在 那这样如果遇到了 你们只要把头部原始点 就是按这里 最紧急的 脑中风就是按这里 然后再来因为 这里按一按 呼吸 弹卡住的时候 你按整骨下眼 整个 整个那个呼吸道 就会比较畅通 所以再把整骨下眼 按一按 准没错 我就周老师的经验就是 这两个点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刚好是头部受风寒 那大家有了这样的经验 绝对可以如法炮制 因为我这一套是容易复制的 以后一到中风就是这么办 每次我在谈中风 很多人 大部分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他们会问 中风在西方医学有分血栓型的中风 跟初血性的中风 那如果是这两个中风不一样 那我们的原始点治疗方法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来说明 所谓血栓型或初血性的中风 它的原因都是一样 我说中风大部分都是因为体质怎么样 属寒性体质嘛 才容易造成 那加上天气一变凉 血管就会怎么样 一收缩 筋就会奔紧 那收缩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血块 万一堵住了 那就是变成怎么样 血栓型的中风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血收缩的时候 虽然没有血块 但是一收缩 但是一收缩 这时候里面的压力是不是变大 就好像我们浇花 那个水管 塑胶管 我们只要大力一按 那个水就会冲的 比较怎么样 急速一点 那这样一冲 我们如果血管 失去弹性 变成很脆弱的话 一冲就被冲破了 这时候就是 出血型的中风 那两个治疗方法有没有一样呢 我们先来谈血栓型的中风 当它一堵住的时候 我们就要立即怎么样 赶快按头部原始点 按完之后再热敷 第一个按开了 筋松了 让整个血液循环顺畅了 那再加温敷 血管也不会缩得很紧 那整个血流就恢复通畅 也许只要宽一点点 它就走过去了 它就不堵住了 这时候就可以急救回来了 所以 对血栓型的是这样 那最多人有疑惑的就是 出血性中风 还能按吗 按了会不会更多的出血呢 这个是很多人问我 这个对于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很简单 问题不是出在它的出血多不多 而是它出血之后的血 会不会凝结成血块 然后在脑部造成脑压过高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当我们遇到出血性的中风 我们一样要赶紧用原始点按一按 然后还要温敷 这样做能够让血液继续通畅无阻 然后因为加上温敷 整个被就好像我刚刚举例的 塑胶管你一压 它的里面压力就变大 那我们把它揉开 还有加上温敷 它那个压的地方就松开了 对不对 那里面压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自然它的出血就慢慢怎么样 减轻了 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就会慢慢缓止下来 也就是出血就不会像 那个一收缩那么猛 所以第一个马上就可以达到 立即缓解的作用 不会像一般人想的 那一压因为痛 然后血就一直喷 不会这样 因为你有可能当你开始按的时候 开始还会 但是当按了一段时间还有温敷 这个就不会 那如果我们继续按 有没有好处 当然有 因为你按的时候 即使它有血流 我认为这个也是好现象 流出来之后 把一些前面流的血 也把它带着变成一个循环 让它流出来 不要积在脑内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 出血型的状况 会变得那么严重呢 因为当我们抢救的时间 没有积极帮它按 没有帮它温敷 然后它的出来的血 就会怎么样呢 慢慢凝结在 凝结住了 凝结住了 那它不只会怎么样 造成脑压过高 甚至时间一久 连脑袋的很多组织 都会受损 这才是重点 所以出血型的中风 一定要赶快按 然后赶快温敷 让整个血液保持畅通 那畅通 因为压力也缓减了 那我们身体自然会怎么样 组织进行修复 所以伤口 就会慢慢补起来 它就不会一直在出血 那不会一直出血 加上我们有按 还有温敷 血也不会凝结成血块 积在脑内 这就是重点 为什么 那个我举的 阿婆 就是她 帮她先生 按 按了一个多夜 中风完全好 她就是西医检查出来 脑干出血 已经要确认开刀的 那她抓一抓 抓好了 为什么能抓好 道理就在此 她抓了 就是让血 赶快流畅 不要积在脑内 所以最后 没有后遗症 所以 只要中风 倒下去了 难道我们还要想 到底这个是出血呢 还是血栓型 还要照西医这样来吗 然后还要送到西医 再把衣服剥光 然后在冷气下 检查一个小时多吗 那个黄金期都错过 那我们如何来判断 我们就是看她倒下去 不管出血 或血栓型 赶快做了 所以如果大家 再回想我第一段 写的 你们就知道 原来答案都在这里 只是我们学医生 西方医学学太久了 反而脑袋容易转不过来 信的就不容易很快切入 为什么 我第一段就是说 不管任何疾病 不管分属内科或外科 对不对 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是什么 不管任何原因造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不管任何原因 也就是你不要问她是出血型的中风 或是血栓型的中风 我第一段已经预先回答了 所以不管她是怎么样 你只要按原始点就对了 那如果属于寒症 你就温敷就对了 所以中风的抢救 我的答案就是这样 中风大概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也希望说中风的家属 第一个一定要先考量 因为进去医院寒热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再来时间耽搁太久 其实等她阻塞了 你以后再来挽救或种种 常常都是比较难挽回的 所以真正的抢救 记得脑中风不是黄金期 什么一个月三个月 都 从那一刻开始 就是急救的开始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影响她 下半辈子的幸福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所以中风是每一刻每一秒都在抢救 那你一定要把室温调高 然后再来抢救 这样就不会有疏失了 这样绝对可以一拼 那后遗症就会减到最低 就像你看那一个她太太 那个阿姨老婆 她没有我这个观念 没有不知道要把温度调高 她就这样全身乱按 也可以按好 何况我们是有系统的案 还搞不过这个阿婆 我们也会惭愧啊 所以人家阿婆敢干了 我说如果各位不敢干 那学了原始点 我也只能徒乎奈何啊 我把最好的方法也交给大家 但是大家得到了一个好的技术 不敢把这些好的方法拿出来使用 那就有一点太可惜了 所以这个是要真干的 因为中风一般我发现的都是在家属的面前倒下 最多 那家属第一个直接反应就是叫医院 救护车 这个这个过程 最黄金区都错过 那再到医院 检查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拖延 那接下来悲剧就产生了 所以我中风我的结论是这样 那我也自己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说万一轮到我就是真干 没有其他路可走